我們在網站當中 我們活水合算教會 禮拜三呢 願意時間開放 禮拜天上班打工 不能參加聚會的人 我們也求祖既然恩待我們 我們相信祖呢 恩典一定夠用 禮拜三聚會 常常大概有二十個左右 那今天也不知道什麼狀況 那我呢還特別發了 許多許多的微信 通知大家 沒有想到呢 今天反而是 人數還 較少的一次啊 但是我們 曉得 只要我們把 視頻掛在網站當中去啊 就像何牧師呢 十月份第一個禮拜的講到 目前已經快八百個人 快八百個人點擊了 YouTube的視頻 所以 的確有很多很多 其他教會的 或是在外周的 他們會想了解一下 活水教會禮拜天 講到信息如何 所以為了廣大 網友的需要呢 我們還是 謝謝二弟兄 給我們錄影 我們還是一樣的 要把這樣的信息呢 掛到視頻當中 求主 藉著他的話語 能夠造就信徒 也能夠 讓教會更多的擴展 我們今天呢 非常歡喜快樂 董老師呢 我們當中有些人 還有點陌生啊 我呢 大概是在1998年吧 我不太記得了 有一天呢 我看世界日報 我看到 有一個美中文化交流協會吧 它主辦了一個特技 特技團 在紐約地區 Flashen的皇后大學 有特別的演出 那那個負責人呢 就是我們的董老師 那那個時候 我特別特別有負擔感動 就是要關心 從中國大陸 由旅遊到紐約的人 我那時候跟 只要我在報上 看到這樣的旅遊 我就打電話去 關心啊 去聯絡 那我打電話給董老師 接到 他接到我電話之後呢 那我就跟他談說 我是某某教會 我是何牧師 呃 我們呢 想請你們 炸雞團的團員吃飯 哇 董老師 你還記得嗎 剛才我是這樣跟您 請示的 還記得嗎 是98年吧 吃飯 加上送聖經 光吃飯我不會來的 哦 我說我要請他們 炸雞團的團員吃飯 那還要送等聖經給他們 想跟他們講講福音啊 然後 董老師就 很樂意的 為我安排時間 那我們就把他們 接到教會來 然後呢 請他們吃飯 送他們聖經 跟他們講耶穌 那是98年的時候啊 那你看那些雜雞團的孩子們啊 到現在已經多大了 還有聯絡嗎 還有聯絡 還有聯絡 現在都結婚生子了哦 那那個時候呢 董老師才告訴我 他本身是22歲才有機會去彈鋼琴 我們中國人都曉得 如果爸媽呢 有條件 要讓孩子學鋼琴 一般是幾歲開始學 五歲 六歲 就讓小孩子上亞馬哈 從拜爾開始彈起 那我們董老師呢 當時的特殊環境不允許 他呢 到22歲才有機會彈鋼琴 沒有想到呢 一彈鋼琴啊 兩隻手就在黑劍白劍當中 哇 那 情音就悠揚悅耳 然後就 身上看到 什麼叫做音樂材質啊 什麼叫做鋼琴的細胞啊 然後 然後 他竟然就因此 特殊 被錄取 在上海的音樂學院 當然以優異成績 畢業 不但是鋼琴系 又是作曲系畢業 那神恩待他 就留在了 就留在了什麼樂團 就做 上海樂團 就做 作曲的工作 然後 神更恩待他 不久之後呢 就出國讀書 然後從 作曲的碩士 又拿到 和鋼琴的博士 那 讓我就非常非常的受感動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鋼琴才子啊 竟然 把他大部分的時間 在做旅遊的 業務 那我所認識的董老師呢 他做旅遊是 很不簡單的 那因為有一次我跟他 參加他帶領的團 明天 要住的旅館 今天 才參加音樂安排 然後今天晚上要去的餐館呢 中午才在安排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從早到晚 分秒畢生 時間完全不夠用 他一個人要兼三五個人的工作 所以呢 他不像其他的旅遊 或其他的導遊呢 他可能幾天前 就要事先安排旅館 安排餐館呢 他呢 是順其自然 完全交通 那神也恩待他 每一次呢 就是 就是 各方面呢 都非常的順利 和亨通 所以 他跟我講了很多 很多的見證 我發現 他的確 來到美國 遇見主 然後整個生命 完全改變 那 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就 特別特別 跟他講了一些話 我說 如果呢 他的彈情恩賜 是從上帝給的話呢 一定要讓 神在他的 彈情恩賜上呢 得到榮耀 那 一切都是 本於神 就應該要歸給神 也要依靠神 所以 沒有想到呢 幾年之後啊 他 他 竟然把他 特別 被感動 而寫出來的 詞跟曲呢 錄成三片CD 交給了何師母 然後 從那個時候呢 何師母 就 對雅各的旋律呢 就欲拔不能 那何師母呢 是聽任何歌 常常聽個三遍四遍 就全部會被會唱 所以他 教會的各種聖歌 他都非常熟悉 但是自從呢 他 聽了雅歌之後呢 連續 可能超過半年 一年的時間呢 其他歌幾乎都不在聽了 任何時間 在家裡 在教會 在車上呢 都在聽雅歌 聽到最後呢 我的心啊 實在是有 不同的想法 那 感謝神 透過楊老師呢 就興起了這樣一個雅各 音樂的事工 那 這麼多年來呢 的的確確 很多人也因著他的歌詞 他的學歷呢 被 被感動 所以今天呢 楊老師透過 他在紐約喜來登 特別舉辦的一個文化交流協會 短暫的時間 停留在這裡 所以 我就覺得 要把握機會 請他來跟大家分享 那 我們先來祷告 天父上帝我們相信 你是萬有的祖 萬有本於你 依靠你 更該貴於你 天父我們 教會 是你所設立的 也是你自己 允許說 教會 是建立在 基督永久 真理的牌制上 因監的權品 不能勝過他 天父我們 感謝你 從起初 直到現在 我們也相信 直到主戰來 抓活水的上教會 必定要做成 你所交付的 奇妙事工 讓我們在佛拉雄地區 的確不虧清楚的榮耀 也的確能夠 像耶穌基督一樣 去尋找 迷失的羊群 天父我們求你 特別來兼顧 禮拜三 這樣的一個 特別聚會 天父我們 求你自己的愛 更多的吸引 曾經來過的人 願意 排除外難 尊主為大 禮拜三 分別為勝 來清淨主 所以說 我們也很成立 繼續 讓 來到禮拜三 聚會的人 也有感動和負擔 繼續帶領 禮拜天 不能聚會的人 一起 分別為勝 在禮拜三 透過 公開的 見證 來宣告 你是我們的舊主 你是我們的主 我們願意信靠你 願意跟隨你 也願意榮耀 住你的名 天父我們求你今天 再一次 透過董老師 他生命的經歷跟見證 讓我們 完全信靠順服你 天父我們很求你 特別保守 他們這一次 從中國大陸 來的旅遊團 這幾天 在美東各地 主要求你 讓他們 在欣賞 各樣的風景名勝 主要在了解 各樣的人情世故的時候 主要讓他們 心中真正可目 願意追尋真理 願意去思想永恆 天父我們也曉得 這個團裡面 有挺多挺多的 是似稱佛弟子 主要有很多很多的人 他們 對於 中國的 所謂 偶像神明 所謂的 菩薩 都非常非常的 仰慕跟敬虔 天父我們求你 讓他們明白 你 才是舊主 你 才是真神 主要讓他們 在尋求真理的過程當中 比不治 被 迷惑 而偏行幾路 主要求你 特別 讓這群人 在這一次 美東的禮物當中 主要透過師母 跟他們 隨行 跟他們 傳講 主要讓很多很多的靈魂 因此 從撒旦手中 被奪過來 天父我們求你 親自動功 主要因為 你願意 萬人得救 不願意 一人沉淪 天父我們 相信 只要有你 欲望同在 主要有許多人的靈魂 就要從黑暗當中 歸向光明 就要從 炸彈前下 歸向神 天父我們 求你親自 做成熱功 我們也把 現在的 寶貴時間 仰望在主你的聖父當中 主要求你 藉著龍老師 來向我們 說你要說的話 如此打道 奉禮耶穌基督聖明 阿門 阿門 好 我們時間保貴 我們就 請董老師 跟大家分享 你的信息 或者分享 你的一路的 文化交流的 心路必長 我們 昨天晚上 他說 你有沒有簡介 可以發一下 然後我就 簡單地準備了一下 因為這是臨時通知我的 但是我覺得 好像也不需要特別準備 因為神在我一生當中 所行的神祭 真的是歷歷在目 幾十年了 有如前天 昨天 只是到今天 因為我們的團隊 還在美東的路線上面 一片安靜 每次做交流 甚至因為交流 肯定要帶到人的走動 旅遊 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對於讓我今天能夠 比較平靜地 在活水能生教會 可以為主做見證 如果說今天 又是什麼事情發生的話 那我今天下午 就不可能站在這 感謝主啊 今天的旅遊路的 代理幾天前 也是這麼風風波波下來 也是濃縮了我的 一生當中的這個路程 總歸是一路坎坷 但最後的話呢 是一路的順利 達到一路的風光 我就想說 他們這個團回來以後 一定是會很高興 昨天就有一個人 跟我說不需此行 我聽的話 已經是非常的高興了 這也就是像我一生的路 是一樣一個縮影 在坎坷當中 真的是有痛苦 有過淚水 有過頹匪 有過頹匪 但是唯有一點 是從來沒有放棄 因為神一直在給我 智慧和忍耐 生老練生智慧 幾十年了 就這麼走過來 所以啊 所以啊 這個真的是 真的是 要 這個 不足地禱告 常常喜樂 凡事寫恩 這三個短句 這三個短句的話 也是我今天要充斥在我一生的道路當中的 那我就想說啊 在昨天再整理我的簡歷的時候 有些是其他人以前寫的 我就想說不妨把我的簡歷 給大家列一些簡短的 就可以知道為什麼我今天可以站在這裡 董龙灿1981年毕业以上和音乐学院钢琴系和作曲系 后任上海乐团作曲 1985年赴典后 曾在威斯康迪大学 纽约市立大学等 获得作曲硕士和音乐教育博士学位 1989年和1990年 两次获得纽约博课布朗兹瑞克 青年作曲比赛一等奖 然后呢 今天我发给了第一集错误 没有把手机关掉 所以在座的话 如果有开手机的话 也关一下 1992年9月26号 在坎特金乐厅 举办了个人十年教想乐作品乐会 2000年4月22号 在坎特金乐厅举办了个人浪漫钢琴音乐会 他经历了艰苦的打工和拼搏岁月 于1990年在纽约受洗 新归相助 至今在24年于从事美中两国文化交流的生涯当中 经历了耶稣基督的丰富的旗艺恩典 生命路程 不断更新 他感悟到了生命的短暂和归宿 唯有跟从主耶稣 才能得到平安、喜乐和永久的生命 在生命的磨练中 2003年他从纽约大都市搬到了峡谷当中的 这一定是有段人生的经历和故事的 然后呢开始了他的精神境界的提升 并起步了他的福音音乐施工 于是从事了下面一系列的福音音乐施工 和创作的一个生涯 这是一个我其中一段的简介 大家听到我的这个简介的话 就觉得有很多鲜花、掌声和光环 是不是啊 走进咖啡机音乐厅两次 那整个晚上都是我一个人的音乐会 不是我说参加其中的一个节目 这个时候各大的新闻媒体啊 大事馆、民事馆、联合国都会来 很多的鲜花、掌声 但是的话我从来没有说 在那个时候我感到满足过 因为我知道这不是我个人的所做 而且我也知道 光靠我一个人的力量 确实是我一个人做的 很多大活动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没有人跟我同工 唯有2008年 雅各给生命增添一份甜美的大型音乐会 在皇后大学的2200人的大礼堂当中 是跟当初的活水教会的紧密 兄弟们的合作 得以把一个福音的一个音乐会 我原来总觉得就在几十个人 一两百个人的范围当中啊 已经是不错了 但是神的计划让何牧师向我开口 要做就做大厂的 当初雅各公团在我手里 也只是在活水教堂的一个不大的房间里面 怎么样能够飞向社会 怎么样能够让2200个人能够聆听福音的歌曲呢 这是神在做功 这个的话我会再从头的话 我再简单讲一下 在这个光环当中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我是 有一句话 你是上帝的宠啊 现在的独孙子女 被宠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但是神对我的宠 是把我放到水里泡火里烤 甚至用刀刺火 这就是他所宠的一个儿子 现在的话呢 我们家里也见到一些 从中国来的一些高中生 我看到了点点滴滴 真看到了一个整个中国的未来 如果江湘叫在他们手里 避垮无遗 被宠 自私 没有社会 家庭 对人生的责任感 什么都没有 这就是被宠出来的 但神宠我们呢 神在检许我们 就好比主耶稣 基督一样 他这个三年的行的神迹当中 很多委屈 很多被鞭打 最后上了十字架 他是神的儿子 我们是被神所捡取的儿子 在我们身上有基督的样式 基督他没有下过什么福 他是一生的三十三年的路 是从一个贫困的家庭 是从一个贫困的家庭走出来的 他的诞生 没有生在一个宫殿里面 而是生在一个马巢里面 因为这个社会的话 不是只有富人 整个社会的最根底 是穷人多 社会最底层的人多 如果把这个社会要翻转过来 必须从这个根基上 根底上翻 所以必须要从穷人的最深的一个底处 把整个世界来改变 如果说 斯嘉莫迪 他是出生的一个皇宫里面 他是一个富人子弟 对吧 他是看穿了人事 要想悟出一个道理来 但他没有过去没有吃过苦 耶稣为我们吃苦 为我们生在马巢里面 回想一下 神是怎么样来拣选一个人呢 就是我 我的一生的话 因为我是出生的一个非常 普通的一个风雨飘摇的一个家庭 能够维持一天三顿饭 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这个时候 小时候家里很穷 一天就是吃两顿饭 我也没有上过脱手 也不知道幼儿园是什么样子的 生了病的时候 母亲说要给我去买饼干 我说不要 麻烦 等我进了幼儿园 有钱了 再吃饼干 那次我发高烧 发得很严重 那是五岁的时候 现在的孩子 三岁就开始学钢琴 当然当我看到他们学钢琴的时候 我心里会冷笑 因为我知道他们这条路的话 基本都是一条什么呢 攀比的路 是一条用钱所铺的路 他们不会成功的 很多人到了秋中高中一忙就放弃了 都是父母在互相攀比 或者说想给孩子一件智慧 但他这个智慧没有圣灵带领 这个智慧是空的 所以像我从小的话呢 后来进了小学的话 因为那是义务教育 那我进小学快19岁了 进了小学 然后呢 就是也是家里贫穷 但是神把我放在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当中 因为我们那是一个文艺界的一个高上面的地区 靠近淮海中路 东湖路 新乐路 西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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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是在上海出生的 在那一代环境当中的话 我得到一些文化空气的熏陶 我的同学们都是很有钱的家庭 当我小学里面 我记得二年级在游泳的时候 大家都是穿着游泳衣游泳裤 我是穿着普通的裤子下去游泳 一群女孩在看到我全不下地跑掉 从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就想 我一定要站起来 那个镜头是我一生当中到今天还忘不了的 后来的话呢 我觉得神到以后 当我认识神的时候 我才知道 从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我从来没有抱怨过 我的出生很普通 在1957年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 母亲要走一两个小时的路 到那边去搬铁 我一个人我就记得 站在弄堂的树下面天黑了 一个人在哭 在等妈妈 所以从小的话呢 没有什么说 机会啊 让我去感受到音乐 什么叫音乐两个字的话 我还不懂 后来我进了小学以后 后来就成为中队强暴 中队主席 大队强暴委员 大队主席 强暴就是搞写作 就是要布置那个笔报 进了中学以后呢 那就比较坎坷 老师说我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 所以一个出生在一个功能家庭 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 对今天来说 对今天来说 其实我很幸运的 其实我想想 所谓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呢 就在我庚子里面 有一种荣情 有一种浪漫 如果没有荣情 没有浪漫 今天我的誓言 走不到今天 我早就放弃了 现在像我这样年龄的 一些同学们 都在家里面抱抱孙子 搭搭麻将 可是我还是从事在中国跟美国的空中飞来飞去 经常还要跑美国大使馆 跑美国移民局 经常还要为自己亲自带团 因为我觉得神给我的恩赐多大 我的能力就要多大 有多大能力就有多大舞台 有多大舞台 你就得忍受多大的痛苦烦恼 但是当你走出来的以后呢 一路看来都是神的命点 满地都是阿满的神的恩典 每次的话都是充满的邪恶 不是团不肯上台 就是中国的演出方不肯腹 每天这样 当我在交流的时候 那么经过了中学以后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那就没有书念了 我就当了六年工人 但是上帝呢 就把一种音乐的一种根子 就扎在了我的灵魂跟身体里面 刚才何牧师说 我是二十二岁开始学钢琴的 对 二十二岁我坐在工程的车间门口 拿着现在的四岁五岁小孩子的 看的钢琴书 在一个字一个字念 这就是二十四岁的 二十二岁的一个工人 但是现在回想一下真的 神在高天就看着看啊 这就是我要拣选的孩子 二十二岁 其实主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时候 也是到三十岁的时候 他也没有经过什么高深的学堂学佛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道成肉身 那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 我们也在承受着他的拣选当中的含义就是什么 你必然要受苦 如果今天我是出生了一个富贵的家庭 我站在这里说 我走进卡尼西音乐厅 那什么稀罕都没有 我可以说 我是全世界唯一的来自于工人家庭 二十二岁开始学朴子 走进世界的音乐殿堂 唯一的就是我今天站在活水德顺教会 全世界没有第二岁 但是我们很低调 我们就知道这一切 我们只是在行神迹 神把他的恩典放在我们 我们在行他的神迹 向世人来见证 信主的人 信耶稣的人 是有福的 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看到我们前面是一片沙漠 就好比我从纽约搬到的沙漠之地的沿湖城 但沙漠当中 我常常在说 就是我们这个州长公伯派在问我 What bring you from New York to Utah 是什么把你从纽约带到犹他州来的 就好比在中国的话 就好像从上海到了西北一样 到了南州一样 这是一个不可攀比的 但是我就是觉得是一种神的代理 如果我还在纽约 今天就没有雅各音乐施工 就没有那一百多首首首让人感动的 美妙的旋律 能够散发出雅各树的精神 恋人彼此相爱 跟主耶稣我们彼此相爱 祂是我们的新娘 这样的 所以呢 就是我帮了六年工人 然后就进入了上海音乐学院 你们也知道 二十二岁学钢琴 怎么可能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呢 那一届我就1974年进上音的时候 我们这一届全国选了多少的学生 不像今天的上海音乐学院 一个钢琴系可以几百人上千的人 一届就可以招几百人 不过 就能不能进入了 这一点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这一届全国的币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